麻袋里装着一个女人 只要五千元就可以带回家当媳妇 但女人的高矮胖瘦 颜值高低全凭运气 而且货品拒绝挑选 该不退换 因为贫穷 这个村里的男人都娶不到老婆 所以买老婆的肮脏交易 也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秘密 人贩子也正是看重这一点 总肆无忌惮地拐卖妇女来村里 这天 老妇女又卖出一个女人 她提醒二狗要看好买来的媳妇 十个女人有九个要跑的 自己曾经也不记得跑了多少回 实在没办法才认了命 二狗听后 凶狠地警告代理的女人 赶跑就打断你的腿 见女人还不老实 她便动起了手 村里的老光棍都买了媳妇 40岁的满意也急得双眼泛红 她翻出了所有的家底 仔细地重复数着 却只有2800块 心想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谁知第二天 二狗就嘲嘲着让老妇人换活 说自己花了这么多钱 到手的却是一个哑巴 趁着双方争执不下时 雅女偷跑了 可刚跑不远 就被迎面而来的满意拦住了去路 情急之下 雅女纵身跳进了水塘 好在最后被满意救起 带回了家 老妇人顺水推舟 劝她买下雅女 这可让满意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但下一秒 她就意识到自己的钱压根不够 自卑地低下了头 看着对方翻出仅有的2800块 老妇女还是松了口 毕竟不要的话 这个女人就砸在自己手里了 虽然对方是个哑巴 但对于满意来说 家里有个女人就是极大的满足了 很快 换了货的二狗就大办婚礼 可买来的媳妇却哭丧着个脸 反观满意这边 只准备了几个小菜 点了根红蜡烛 就当拜堂了 雅女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紧接一番比划后 便跪在床上连连磕头 满意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 只是连忙说道 家里现在虽然清平 但自己不会强迫她做任何事 相反 除了放对方走以外 她愿意为雅女做任何事 钱既然已经花出去了 那就意味他们未来都是两口子 刚买来的媳妇受不了丈夫的毒打 净喝农药自杀了 同样买了媳妇的满意听到消息后 立马赶去了二狗家 女人浑身僵硬地躺在床上 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 见到如此结局 满意没敢耽搁 赶忙跑回去看自家媳妇 刚一进门 就看见雅女正吃着饭 她一把抢过对方手里的饭碗 自己尝了几口后才放下心来 接着她又把家里所有的力气收起 并真心地对雅女说道 家里虽然穷 但自己会努力改变 只要雅女愿意跟她过日子 什么苦她都能吃 情绪愈发激动的满意 甚至开始下跪求雅女 只要她不想着逃跑跟自杀 自己什么都可以听她的 经过此事后 雅女对她的态度也变得有所缓和 不再只是冷脸相对 因为虽然失去了自由 但好在逃跑前也没有受到折磨 这天满意上山干活时 一想到家里的漂亮媳妇 就干尽十足 同行的老乡嘲笑着她 说买个媳妇像是买了个祖宗 不像自己 虽打了媳妇 但对方还得乖乖干活 一天的辛苦劳作结束了 满意仅赚到了几块钱 路过小卖店时 她还是用了全部的钱 给媳妇买了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 雅女见男人对自己这么好 十分感动 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盆 主动为她准备起晚饭 此刻满意的心理早已沉浸在了幸福中 到了晚上 雅女替对方铺好了被窝 允许她与自己一起睡在床上 虽然两人中间有桌子间隔 但还是能明显感觉到 雅女在一点点地向她挪进 满意内心无比欣慰 她做好了与对方好好过日子的准备 可雅女终究还是牵挂着自己的家 她讨好满意的这些行为 不过是自己逃走前的铺垫罢了 第二天一早 满意兴奋地为媳妇出门打酱油 却把锁门的失望得一干二净 等她再回来时 雅女正朝外逃跑 而二狗夫妇也恰巧路过 她没能逃脱成功 这下可把满意气得不轻 她扛起雅女就朝家里走去 为了防止媳妇跑路 她将家里的门窗全部钉死 自己将真心全部掏出 可对方却一心想要逃跑 到了晚上 满意也不愿进屋睡觉 就这样死死守在门外 她本想狠狠地给雅女一个教训 可终究还是心软了 惦记着对方一天没吃饭 便亲自打好送了进去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可第二天一早 雅女的前任买家上了门 他们听说满意仅花2800 就买走了雅女 这让他们心有不甘 现在宁愿要回雅女 也不让满意占这便宜 除非再给一千块的买断 雅女才能留下 满意早已身无分文 加上雅女也不愿待在这里 于是决定放弃 等所有人走后 她失声痛哭起来 痛恨没能留住雅女的心 也痛恨自己的贫穷 思前想后 她找到了同乡 祈求她借自己一千块钱 说着一定要将媳妇给带回来 同乡劝满意说 这个价钱都能娶个正常媳妇了 可满意早已认定了雅女 等她赶来熟人时 一群人正殴打着雅女 满意用力地将钱丢在炕上 背着雅女就朝家走去 可对方却一个劲挣扎 导致两人滚下了山坡 等雅女在医院醒来时 却没有看见满意 她内心虽然极度惶恐 可还是捡起了地上的笔 在枕头背面写下了求救信息 希望能被人发现 就自己逃离地狱 护士让满意不用担心 母子二人都平安无事 可满意非常清楚 这凭空出现的孩子并不是自己的 回到家后 她深知自己无法留住雅女的心 便开始纠结是否要放了对方 与此同时 村里又发生了大事 二狗被媳妇给杀了 这血淋淋的例子让满意深思 就算雅女留下也不可能幸福 她还是决定放了对方 临走前 雅女细心地帮她修理了仪容 也算是尽了一回媳妇的义务 可还没等她离开 一辆警车便驶进了村子 而这 正是雅女曾留下的求救信息 被人发现后帮忙报了警 故事的最后 满意虽然从没虐待过雅女 可终究还是参与了人口的买卖 一旦触犯了法律 就都难逃制裁 在满意复刑期间 雅女时常会挺着个肚子去看她 可能是出狱愧疚 满意每次都会拒绝探视 所以你觉得她出狱以后 还会再去找雅女吗